稍微等一下後面的朋友 我們今天的行程有多少我們確定在地的朋友 我們稍微舉一下手 我們看一下有多少我們確定在地的朋友 不少了 有沒有台南來的朋友 也不少 我們每次在那個地理課本上面講 台灣的西半部那個海洋叫什麼 叫台灣海峽 我們現在台灣海峽在哪裡 知道我們現在台灣海峽在哪裡 你知道你現在在哪裡嗎 台灣海峽就在那個橋 橋再往外一點 那也就是屬於台灣海峽了 那也就是台灣海峽 那那一條橋呢 大家知道是什麼橋嗎 有人知道嗎 二人溪橋台十七線 台十七線就是這一條 二人溪橋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等一下會穿過我們眼前的這一片 黃樹林 這一片黃樹林 那 前進人都知道前進地名什麼由來嗎 好像有好幾個說法啦 有一個說法是說 因為這個用西拉雅 西拉雅族他們的那個語言 聽說當時這裡是一個什麼 有很多語的地方 所以他們稱這個地方 他們語言裡面的意思是說 詩語的意思 詩就是有很多的語音 詩語的意思 那個聲音聽起來就很像蝦娘的這個音 然後另外一個說法就是說呢 因為在前進這個地方 當時長了很多像這樣子的植物 所以像這個是海峽東 海峽東 那一般人家在講海峽東 沒人說台語要怎麼說 有的人很直接就要翻譯說 海峽東 也不可以說你不對啦 但是更多人說是什麼 柯爹 柯爹 台語就是柯爹 所以聽一聽的你就知道說 這個 就是我們前進的這個地名 柯爹 是一個想像當時長了很多這樣子的植物 所以這個地方呢 可以叫做是柯爹 柯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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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海峽東 紅樹林的一種 紅樹林的一種 我們台灣現在普遍存在的是 有四種的海峽東的樹種 那我們等一下到白沙忍思廳呢 可以看到這四種的海峽東的 這四種紅樹林的這個樹種 那紅樹林的話 為什麼叫紅樹林呢 因為在這個紅樹林的樹底裡面 有種成分叫做三菱 有沒有聽過你有什麼丹寧窟啊有沒有 有沒有 好 對 好 那我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一邊走來一邊 慢慢的講好了齁 我們現在呢先進這個紅樹林裡面 來探險一下 那這邊因為好像是檔子太高了齁 要小心你的頭 要小心你的頭齁 因為我們的樹枝會有點抬 要不要慢慢走就好了齁 等一下我們就太過了齁 不要再看了齁 小心喔 這個叫蠻難的 不要再看了齁 沒有了齁 Chase 我們就滿大的齁 小天啊 讓我們來這裡的馬馬片 較相處的齁 然後較少地陪走的齁 對 對 塗子有較少地陪走的齁 好多天 好多洞喔 那他有時候漲潮的時候 整個都會被煎綁 所以這些氣根可以幫助他 那對於這個海穴洞的這個鼠來講 因為他長得很條件派 他這邊其實很靠近海邊 所以整個含鹽分的含量也是蠻高的 所以他這個海穴洞他的特色 他的墊子上面看很像油亮 油亮的 但是他的背面其實有一點點白霧的 如果說很多天都沒下雨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葉子的背面 看到有一些白色的結晶 那個就是鹽巴 他會有所謂的蜜鹽線巴 他的鹽幫他排泄出來 那我現在所走的這個竹戰道 這個當初是為了進來這個紅樹林裡面撿垃圾 因為一方面這個紅樹林它本身有氣根 如果我們直接踩進來可能會把它踩扁了 再來呢因為是屬於潮間帶的地方 有時候會漲潮水會進來 這個泥巴這個土地就會比較濕 會這樣子黏黏的 所以才會搭這個竹戰道 那這個竹子呢也是取用 也是用環保的方式 把人家不要的柯架把它給回收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竹子呢 是用這個環保的方式 把這個柯架再利用 那來綁這個柯架 綁這個竹戰道的這個繩子 看起來比較小斧的這種繩子 它其實也是從大的毛繩 比較粗的毛繩 把它拆成一小條一小條來綁的 所以這整個竹戰道 都是一個環保回收再利用的一個方式 來我們繼續往前走 往前走呢 等下右手邊 你會看到那個凶橫圓周械的高級住宅區 高級住宅區 他們呢通常都是晚上才會出來 所以你們現在只能經過他的住家 看一下他們家住家的外觀 那你可以看那個洞 有些非常的大 你就知道那個螃蟹也有那麼大 那如果體型小一點呢 他們家呢 也會看起來比較小一點 對小的洞是招潮蟹的 比較大一點的是凶橫圓周械的 你要練跳水嗎 這邊就是屬於凶橫圓周械的高級住宅區 那個洞都很大 等一下前方的朋友呢 你往左邊看喔 有一隻掛掉的凶橫圓周械 就在路邊 有有那裡有一隻 大的也斷了喔 前面最前面的朋友大概已經可以看到他的喔 左邊 左邊的人會看到有一隻凶橫圓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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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體型看起來算是差不多啦 還可以再更大隻一點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 終於重見光明 啊不是啦 終於我們走到了這個主戰道的終點了齁 來我們呢現在先到船上面 然後穿上救生衣 然後穿上救生衣 他也會在桌上 觀看 在空中的1900形象 不小心 然後我們去到船上